序幕永续经营 嘉年王欢迎 序幕永续经营 与彰化县政府 特别规划2010序幕永续经营嘉年华活动 活动即将于10月30日至31日 在彰化县西州公园举办 为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参与 2010序幕永续经营嘉年华活动 27日上午特别在彰化县政府中庭召开记者会 邀请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也就是10月30号31号 在我们彰化县西州乡西州公园 由我们彰化县和行政院农委会 合作办理2010序幕永续经营嘉年华 一个系列活动 这个活动可以说是20年来 最盛大的一个活动 有我们的序幕产业发展的介绍 还有我们宠物生活馆 最宠物的介绍 还有我们DIY体验活动 还有我们艺人的表演活动 这次的展览活动 非常适合全家大人小孩一起来观赏 可以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展览 是互有教育还有资性的序幕饷宴 我们欢迎我们县民 以及全国的好朋友 假日一起到我们西州公园来 杨复县长代表卓县长 致时邀请全国民众 趁着秋高气爽好季节 和家一起来参与这场 兼具知性教育 20年来最盛大的序幕夜展览盛事 会中并邀请与会贵宾 共同举行启动仪式 现场还有可爱的小猪 小乳牛小鸡以及护卫犬表演等 那这一次的一个 2010的西部勇气经营家人庞会 事实上它是程序在整个农业 我们大概在六月的时候 有一个全国农业会议 针对所谓的极端期货的 期货变迁的 然后接着会里面有所谓的 健康效力勇气经营的 这样的一个主轴 那从这样的一个施政的理念 整个延伸出来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整个活动在10月30到31 在彰化县的这个26公顷大的一个西中公园 大家想想 26公顷的整个活动要全部布局 大概就知道主办单位的辛苦 因此在这个地方 再次感谢大家 也请彰化第七年尤其是彰化的民众 尽量利用你在地的消费 在地的一个地点跟在地的优势 全家大小一起来 透过这次20年来规模最大的 2010迅目永续经营嘉年华展览活动 让全国民众更能了解台湾迅目产业的多元 及蓬勃发展 结合丰富的序幕展出物与各式各样的趣味活动 美食体验艺人表演 乃至于西中公园的优美环境 相信可以让参观民众体验一场 不同于一般展览 富含教育及知性的序幕饗宴 欢迎大家一同在10月30日31日两天 历临彰化西中公园 体验趣味的放牧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